又是我Benji 今天是星期五下班 星期五下班 会在一个比较叠开生眼的地方 有新东西看 有些好东西吃 是什么地方 现在Benji立刻带大家去看看 这里有个小花园 很过瘾 看到吗? 有个小花园 这次我们率先看看 这部小米12 Ultra 这次小米最终用上 就是Lekar的镜头 Lekar认证镜头 继续用Harmond Carden的调音 这次的镜头很大 主镜头毛组来说是一个大圆形 其实这手机仔 真的慢慢慢慢可以取代大机 继续用曲面屏幕 曲面屏幕 颜色很漂亮 完全没有叻 很快很快很快 先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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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超广角镜 真的很利 把东西放出来 平时的超广角镜 基本上放大它 始终有渣 如果放大它 就未必用得到 但是这次来说 放大它 都一样很清晰 先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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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接着我们放大它 嘩 喂 喂 软舌很厉害 软舌真的很厉害 好清 大家看到 好漂亮 真是戒眼 很厉害 很厉害 是很清 你去到那么远 你看到那个露台 也看到 植物也看到 线条很硬 完全没有松散 很厉害 但是很厉害 跟着我们去看人像镜 人像镜 这个就是人像镜 OK 我们拍下前面那杯茶 前面那杯冰 你看看玻璃,玻璃很清楚 而且你看到景峰 後面的景峰圓波波的燈是圓形的 以前我們去買大機來說 就很著重後面那個散景 圓形的波波是圓形的 因為以前光圈的片數如果越多 後面的圓波波就會越圓 但是如果比較差一點 光圈的遮光片數如果沒有那麼多 可能只有七塊就起角了 這部相機拍照真的好 不是開玩笑,這部相機拍照真的好 我們來試一試最重要的 相機鏡頭的暗位表現如何 一開始,因為下班後已經是六點多 已經七點鐘了,開始暗一下 主鏡頭拍了一幅相 然後我們現在先看它 放大它,看一盤花痕這裡 沒有Noise 我放到這麼大 不是開玩笑 放到這麼大 那盤花痕下面那個位置 黑黑黑黑的,是不是 你是不見到有Noise 主鏡頭,OK,只有一個廣角 因為通常廣角是比較差的 我先試試看 OK,再看看它 去回剛才花痕的下位 都是沒有Noise 都是沒有Noise 厲害 OK 但是這樣 公道一點說 那盤花,黑黑黑黑的位置 上面的樹葉 是沒有主鏡頭那麼清楚的 OK 這個主鏡頭 OK 那些樹葉 那些群栽的樹葉 和超廣角鏡 超廣角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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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廣角鏡的樹葉 那些樹葉 是沒有那麼利的 但是你要放到很大很大 才行 基本上 你已經是 基本上你正正常常的 已經是非常之收貨 我們就試一下zoom鏡 zoom 我們回盆栽那裏 這個盆栽 剛才這麼黑的 嘩 它這個zoom鏡 五倍zoom 你看 看到 嘩 五倍zoom 真的瘋了 剛才那盆花 都是在說剛才那盆花 直接那些花蕊 紅色的花 全部見到 還有盆栽下面 是清了 你看到顏色的 不是黑色一搭的 這個位 嘩 五倍zoom 這個五倍數碼 這個五倍數碼 這個超廣角 這個就是超廣角 超廣角 OK 最盡去到那麼多 你看 是不是 和主鏡頭的對比 主鏡頭的對比 嘩 它的五倍光學變焦 非常好 現在天氣突出黑了 除了Leica認證之外 裡面還有一個賣點 就是它是一吋Sensor 一吋手機專用的Sensor 還有 就是它這次的光圈 光圈到1.9 是1.9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以前我買的相機 如果要大三元那些 說的是2.8光圈 即是2.8光圈 已經算是大光圈 現在直到1.9光圈 暗黑的處理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呢 我們現在嘗試一下 我們現在做一個環境 這個環境來說 其實現在已經很黑了 好了 現在就前面 看到了 前面是很黑的 對不對 我們現在試一試它 開它的專業模式 現在我們可以在這裏教ISO ISO可以推到 直接可以去到12000 我有一部華為P30 你看到 你看到前面這個位置 黑色的 看不到是什麼 好了 再看看這裏 這個位 再看看這裏 這個位的花盆 原來是 OK 是完全光光了 再看近一點 是不是很厲害呢 簡直好像 簡直好像 現在就是夜視鏡 這麼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很漂亮 它配合HDR的關係 很漂亮 OK 好 先調整粉 嘩 透光真是很漂亮 嘩 試完了 拿回來了 這個 這個小米 小米12 Ultra Pro 這個版本 拉卡合作 拉卡認證 一寸sensor 以前是要大相機 才可以一寸sensor 還要大光圈 1.9大光圈 直接是手機變成相機 其實 真是拍漂亮的相機 但是 現在香港還未能買 希望 小米那邊 可以盡快 可以在香港 售賣 好 今天介紹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麻煩給個讚 如果喜歡我這個頻道 還有訂閱 等於會做更多有趣的影片給大家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